朕是不教而诛 无道昏君 那么你是他的师父 他变成这个样子 你又该当何罪呢 就在皇上 昭臣同坐玉脸之前 臣已让家人 为臣准备好了棺材 只等说了这番话 就已一丝谢罪 老王头满心只有太子 维护的话越来越放肆 康戏无计可施 总不能说出自己悖略的事吧 一死 就能抵罪吗 老王头早已做好准备 来之前连棺材本都备好了 只等康熙一句话 老人全家三十余口 甘愿陪臣 一同就死 康熙彻底没辙 再这么僵持下去 总不能真的处死他吧 关键时刻 还是贴心老棉袄张婷玉站了出来 一出场便给王善扣了一顶大帽子 你老王头一死相逼 岂不是要把杀害忠良的罪名 强加在皇帝头上 可是 如果我不死 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 你只想一死保太子 却不想想这会损害皇上的声誉 先太子于不忠不孝之地吗 张婷玉看似在斥责王善 实则是为康熙解围 横臣派台阶 谁用都说好 随后康熙便见机行事 给了王善一个严厉的责罚 他想做忠诚 只怕没那么容易 来啊 在 把王善 把王善送回下去 叫给他嗝死看管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朕就问罪他儿子污逆 千刀万剐 临死处死 表面上雷霆万军 实际却手下留情 用最狠的语气说最软的话 最终送走了老王头 康熙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即命张婷玉明日去天坛 但自己宣读废除太子印人的诏书 太子是要废了 但因保太子备废的十三爷 却过得颇为滋润 龙科多作为他的老下属 这一次在高人的指点下 一下子就戳中了十三爷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阿兰 阿兰 阿兰